主料,利于1100克,辅料,盐,五花肉,香菜,葱花,姜,白胡椒粉,棉白糖,白醋,白酒,味精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到2小时,鱼洗净控嘎,这条鱼太大了,翻顾都费劲,买小的旧型冷冻的鱼不行,切断控嘎,表面可以抹点料酒,锅里用姜片先擦锅, 尤其是要粘的锅,一定要卡,我用的不粘锅,五花肉煸出油,下入鱼,煎两面金黄色,加白糖,酒,醋,需要带汤的鱼,此步都要加开水,避免鱼的蛋白质中而收缩,盖锅盖,大火,一定要大火15分钟,转小火,加胡椒粉,汤色浓白时,加盐,最后大火催2分钟,出锅加鸡精, 装饭板粥,香菜葱花,烹饭技巧,鱼一定要煎两面金黄,一定要加开水,冷冻的鱼不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